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宇 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 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的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缤纷娱乐现在开手 提及新生代歌手当中的翘楚 周深毫无疑问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了 这个22岁才第一次登上流行音乐主舞台的少年 仅用了5年多的时间 便已经跻身华语歌坛顶级歌手的行列了 他的闪耀自然就与先天先父和后期的努力 是息息相关的 细细分来 周深在音乐领域又有着专属于自己的必杀技 音色特质 相比较于当下的唱作人的趋势 以及许多的歌手艺人都在走的偶像路线 其实周深更像是在沿袭老一代唱将行走歌坛的方式 纯人声歌手 即wocal歌手 尽管他也在尝试着创作 许多的歌迷也倾斜地称他为Ido 但是目前周深最确切也最合适的定位 依旧是纯粹的以唱为主的歌手 既然作为wocal型的歌手 那么声音和唱功就不可能存在任何的短板了 当唱功标准界限越来越模糊 音色也成为了一个wocal歌手 区别于他人的最重要的指标 而这又恰恰是周深最与众不同 又天赋异禀的地方 空灵唯美 大多数人 男声牛嗓的第一印象 并非是对周深的准确描述 除了飘逸的仙气 他的声音在不同类型的歌曲当中 同样呈现着轻量细腻少年气 还有美声当中的厚重 在多种音色当中的切换是游刃有余的 而且随着经验的增长 控制力也越加了熟年了 不满30岁的周深 在嗓音塑造方面 是仍有可能带来更多惊喜的 共情能力强 出道数年 而且声名不俗 周深也塑造出了多首的经典 但是嫌有人会翻唱他的作品 一方面是音色尤为特别 男的模仿 那么另外一方面就在于 周深将词曲当中的情感释放 做到了极致 已经营造了专属于自己的情感氛围了 翻唱者打破的几率很小 前者嗓音是周深的硬件 那么后者共情能力就是他对于歌曲处理的软实力了 《青春环耀记》当中 周深用单纯的哼唱重塑了幽灵公主 尽管没有歌词直接表达情感 与原唱米良美意的唱法也不同 但最终呈现的感情却是没有差别的 能够领悟歌曲创作背景 而且还有创作者以及词曲的意味 才能够给予最投入也最动人的声音表达 幽灵公主的绝美吟唱 飘洋过海来看你红豆等经典的老歌新唱 都是周深共情能力的最具体的呈现 尤其要说明的一点 周深的咬字十分清晰 既管这种的咬字方式略显老牌也不够潮流 但是就是这清晰明了的抠字眼 更加有利于听者接受他所传递的情感 同样对歌词的自真俱拙反复的试炼 也是最终有利于周深对于歌曲情感的酝酿和释放的 这与他的共情能力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歌路宽 大鱼的流行 千丝线的戏腔 野狼disco的说唱 本身又是美声专业 周深的音乐尽管多于抒情流行为主 但是他能够诠释的风格却是多样的 在以上多种不同的风格里 他虽然做不到真正的完全拿捏 但是后期可以恭喜选择的歌路还是非常宽的 我们的歌里的野狼disco 歌手当中的打拉崩巴 这两首对于周深来说是比较颠覆性的 但是完成度极高的演绎 也让他们成为了周深歌路宽阔的绝佳证明 而且对魔性旋律以及热歌的不抵触 也是周深探索不同音乐风格的态度展示 当创作能力不具优势 而且音色印象极易固化的前提之下 那么一直积极的拓宽歌路 这对于周深来说是极为正确的歌路选择 语言才能 日语演绎的另一种相酬英文版的Mustern 周深作为歌手留下的印象 不只是唱歌有多么的好听 还有他对于多种语言的熟念 尤其14年的Let's Go 周深在一首歌曲当中演绎的语言多达了19种 不管是对于歌手还是对其他行业来说 都是一个恐怖的数字 快速掌握一个语种的发音 然后用嗓音赋予旋律和情感 这是周深表现在语言上的才能 国语 粤语 俄语 英语 熟悉的语言越多 那么标志着可选择歌曲的范围 也就越大了 以华语乐坛当作土壤和跳板 凭着在语言上面的零障碍 周深有朝一日登上国际舞台 也是不无可能的 性格 14年初灯好声音 周深是羞涩的腼腆的 从外在形象到举手投足都看不到一个明星歌手的气场 而经过了数年的历练和沉淀之后 周深变得活泼开朗 随着增长的便是自信增加以及舞台控制力的增加了 当性格上的缺陷被填补了 周深愈发的适应到不同场合的演出 甚至还表现出了对于更高级的舞台的向往 从内向到外向 他的调皮活泼在内里的才华的映衬之下也尤为惹人喜爱 这也为他吸引了众多的歌迷和拥促 歌唱深情为人开朗 可以用一首歌称呼自己 也能够用笑声感染旁人 这是周深性格当中的魅力 这是因为越来越敢于释放真实的自我 周深对于外在世界才展现了更多的包容和接纳 喜爱音乐的听众也会将回馈于他更多的喜爱和追随的 从默默无闻到声名显赫周深的力气绝非只有音色好 相较于与声俱来的声音特质 他后天的执着努力和进取才是最终成就他的必杀计 同样的周深也没有一直停留在自己的生日区 而是不断进行着新的音乐的尝试 现在的成就对他而言或许只是一段新真诚的开始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